韩国的公平贸易委员会就货运定价问题 就是对国泰航空征收了一些罚款 对国泰航空公司 其实从金额上来讲就估算是很大 但是的确是担心不同的一些国家或者地区 就是利用这些不同的借口 去打压其他的航空公司的在定价方面的一个安排 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信息是可以有可能去蔓延的话 这对国泰航空来讲还是会有一些中线的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在这方面的时候还是要关注 但是国泰面临了另外一个所谓负面的消息之外 其实从整体上国际的航空空运的一个安排上来讲 应该还是处于较为理想的增长局面 我一要担心的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原油价格随着最近来讲 有一个回顾上升的局面 这个会不会对他们的成本做成影响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观察整体的原油价格的一个变化的 所以投资者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我对国泰航空的一个目前的发展状况来讲 是持有这个中性的一个态度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